那么这里的新人指的是谁 是指的是新婚夫妻 就是我们的新郎和新娘 好 所以祝贺新人 一切顺利永远幸福 大概是这样的 对吧 那么可能考虑的是 大家好 这里是皮特汉语 我是郭老师 关注我 不迷路 今天我们继续HSK四集 阅读第二部分 语顺排列的练习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问题 第一道题 一共有三个句子 我们先来读一下 A 让我们一起举杯祝贺这对新人 B 一切顺利永远幸福 C 希望他们在今后的生活中 好 那么这三个句子应该怎么排列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A句很明显 在这里有一个让 让我们做什么 这是一个什么句子呀 这是一个监语句对吧 这是一个监语句 让我们做什么呢 举杯祝贺新人 让我们祝贺新人 然后B 然后B 一切顺利永远幸福 B的句子顺利幸福的主语是什么 谁顺利谁幸福 是我们还是新人 我们顺利我们幸福 新人顺利新人幸福 当然是新人 对吧 那么这里的新人指的是谁 是指的是新婚夫妻 就是我们的新郎和新娘 好 所以祝贺新人 一切顺利永远幸福 大概是这样的 对吧 那么可能考虑的是 A B 这样的顺序 好 C句希望 谁希望 主要在这儿 是我们希望 对吧 他们指的是谁 他们是代词 那么在这里 他指的是 新人 对吧 希望新人 然后在什么什么中 这是一个介次结构 介次结构在生活中 他们 他们 有没有 苏老 有没有谓语呢 没有 如果我们把C句放在B后面的时候 这个句子 没有任何意义 希望他们 然后后面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不可以 那么这样的时候应该是 在这儿 这对新人 然后希望 他们 一切顺利 他们永远幸福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 你听懂了吗 所以正确的语顺应该是 A C B 你做对了吗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答案吧 对 是 A C B OK 听懂了吗 好 我们来看下一道题 第二道题 我们先来读一遍 A 相反 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B 即使再简单 也会觉得累 C 做自己喜欢的事 即使再困难 也不会觉得辛苦 这三个句子呢 嗯 读的时候感觉 这是什么呀 有点乱是吧 喜欢不喜欢 好 那么我们现在关注哪一个呢 在这儿 相反 这个词很重要 相反 那么相反的前边 是不是应该有什么 跟相反后边的这个诗 正好是一堆 相反的 后边是不喜欢 那么前边就应该是什么 喜欢 对吧 好 所以喜欢 做自己喜欢的事 会怎么样 相反 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会怎么样 我们清楚这样一种关系 那么在排列的时候就非常容易了 就是做喜欢的 就是做喜欢的 会怎么样 相反 做不喜欢的 会怎么样 这样的一个连接 对 在洛西顺势上的连接就完成了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喜欢的是哪一个 C 是喜欢的 对吧 C 做自己喜欢的事 即使再困难 也不会觉得辛苦 然后 相反 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会怎么样呢 即使 对吧 即使再简单 也会觉得累 是吧 这是一种逻辑上的迂损排列 只要我们抓住了这个词 相反这个词 排列的时候就非常容易了 你听懂了吗 好 那么我们做的对不对呢 看一下答案 C A B 很好 你做对了吗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练习 到这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辛苦了 再见